字幕by索兰娅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TVBS18气象战 大病初遇就遇到了寒流 这一波寒流是入冬最强的寒流 是入冬之后的第二波 但是也是今年的第一波 到底有多强呢 目前看起来跟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之前2016年的霸王寒流 台北市是测到了4度 而目前气象署的观测 预测资料呢 是认为在明天最冷 后天最冷 这两天台北市的测战 大概就是8度 所以还是有一段差距 但依旧不容小觑 因为今天开始 你就能感受到这温度 真的一直在往下探底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北部地区 你早上出门 大概是温度落在15到16度 但是现在大概12度 13度左右了 而且这温度还会再下降 预计在今天最晚的时候呢 北部可能就降到10度以下 在明天 整天都不会超过10度以上的高温 我们先来看提醒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最主要有几件事情 要提醒您就是寒流南下 现在其实都还在南下的过程 所以影响的真正最强的时间 是明天到后天的清晨 全台都是严寒的 不止北部 中南部温度也 高温不会超过17度 低温也只有12度 甚至部分地区 会来的更低一些 而今明两天呢 雨是比较多 因为华南淫雨区的关系 但是在今天上半天 主要下雨 是因为东北风 淫风面的地区降雨 但是在下午的时候 稍微的缓和 但是晚上雨又会开始变多 因为华南淫雨区进来了 到了周三的时候 才会转干 但是转干之后 你还是要注意 因为它可能会有辐射冷却 所以礼拜四 依旧有可能会有极低温度出现 白天温度会回升 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冷 到了高山呢 道路上会结冰 所以一定要上雪链 很多地区 现在道路都已经管制了 因为有结冰的话 就要管制 你没有上雪链的话 你是上不去的 而且你也没有通行证 你也不能上去 除此之外呢 除了它的风 这个温度很低 而且雨也开始变得比较多之外 风墙也是浪大 在沿海地区 现在已经吹起了 9到11级的强震风 甚至在新北龙洞 已经观测到 有5米的浪高 所以如果你要去海边 活动都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是在今天上半天下雨 主要集中在整个东北 叫新北市这一带 还有宜兰这一个区块 但是呢 到了今天晚上之后呢 整个降雨的范围会扩展 甚至中南部山区 近山区还有平地 都会有雨下下来 主要华南运区一路的关系 但是呢 整体的降雨 当然还是比较集中在北部 尤其像是在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区 新北市的山区 以及在宜兰呢 现在是有发布了大雨特报 提醒这边的雨下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它雨也可能会来的比较大 要去那边的话 带伞最好还是不要去 因为那边真的又 风又强 雨又大 然后再加上温度也很低 所以体感呢 可能都只有各位数次 好我们再来看未来的降雨趋势 礼拜二 天气跟礼拜一差不多 水气过了白天之后 会慢慢的减缓 到了礼拜三 雨会更少 只剩下迎风明地区的降雨 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 近山区 高山上会有雨 水气比较少 到了礼拜四呢 越来的更少了 只剩下吹东风带来的东半部地区临近雨 到了礼拜日 东台湾的雨又会开始变得比较多 因为到时又有水气移入 所以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降雨范围就会变得比较广 好我们说 礼拜二 礼拜三的清晨是最冷的时间 我们带你来看的这一张图 是气象署发布的低微预警图 可以看到在整个屏东 以北都有蓝色的区块 这意味着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在明天早上的时候 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像是在整个新竹苗栗 还有在靠近沿海 靠近山区的平地 都已经来到了深蓝色的区块 代表它有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 在竹苗地区目前的县市预报 认为它有可能会到5度左右 体感温度大概是0度甚至部分还有到-1度的 所以提醒了真的是比较冷一些 而我们说体感温度为什么会这么低 就是因为这一波风也真的很强 而且水气也足够 而在中南部地区 白天的时候会慢慢的回升 但是高温也说了不会超过17度 以南部地区非常经历这种强冷空气的情况之下 确实还是会觉得有点冷 好那就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图 每天也来看 礼拜一降幅是最明显的 今天北部地区就16度嘛 起床的时候到现在呢大概就是12度 再来晚一点的时候还会降到10度以下 礼拜二温度是最低 北部大致是落在7度到10度之间 高温不会超过10度 白色的这一条线是北部还有宜兰地区 礼拜三温度会开始慢慢的回升 但是回升的幅度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说礼拜二礼拜三都还是严寒的天气 到了礼拜四白天温度会回升 但是呢早上还是比较冷一些的 蓝色的这一条线是中南部地区 可以看到它早上还是有极低温 但是到了白天温度就会回到20度以上 那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白色的这个区块呢 它虽然有慢慢的回升上来北部地区 但是它整天也都不会超过20度 不止北部像是在花冬地区也是 而在中南部要留意的就是西半部 辐射冷却效应很强 早晚的温度比较低 但是呢白天是很热的 所以日夜温差 动辄可能就会超过10度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国家災防中心 他们特别做出来的 但是他们根据的资料其实还是一样 是中央气象署的乡镇预报里面的低温特报 在今天一整天白天刚起床的时候 低温特报确实发的范围不是很广 大概就只有台中以北 但是到了现在为止 整个高雄以北呢其实都是有亮灯的 无论是黄色还是橘色 橘色呢甚至整个彰化以北都是 所以代表说有可能会长时间出现10度以下 或者是出现6度的低温 而到了礼拜二礼拜三甚至礼拜二的这一天 新北市新竹这里有可能会亮起红灯 也就是长时间会只有6度的低温 这边其实还没有显示的是苗栗地区 部分靠近山区的平地也差不多这样的温度 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有慢慢的回升上来 但是整体看来是冷的 甚至礼拜四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四 即便礼拜四是回暖的日子 但你看到其实发布低温特报的范围 还是比礼拜一来的多 所以到礼拜四之前 大家都要赶紧的做好防寒的措施 衣服都要穿的暖一点 这个暖暖包也要戴在身上会比较保险 而大家很关心说会不会有看得到雪 我们为大家整理出了几个比较长去的地方 分别像是太平山 1950公尺 这一次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上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他们也有下雪 这一波寒流机会很大 再来 明池的森林游乐区 1150公尺到1700 也有降雪的几率 而这个思源亚口 这边应该是亚字写错了 1948公尺 也是很有 但是它位置比较偏难一点点 再来大屯山和七星山 台北市的市民很喜欢去这里 因为相对是比较近 阳明山是零上去就到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 目前认为它降雪的几率 有大概六成左右 但是会不会一定会下雪 几率就偏低 可能你上去的时候 看得到雾松或者是下冰线 因为相对来说 它的一来它的高度不够高 二来是它水气 有没有足够到可以充沛到 让它可以下雪 目前看起来 感觉很像都处在一个边缘的范围 更何况有人说 二子坪或者是冷水坑这边 降雪几率就会来得再更低一点了 再来新竹往西边来看 尖石江的后山1800公尺 之前也有下雪 这次也有机会 台中的福寿山广场 还有南投的荷欢山 在中南部地区2500公尺以上 也是有着下雪的机会 在今天荷欢山 武岭这边早上的时候就下起了冰线 而现在目前看起来 它是所有高山里面 温度最低的已经到了零下1度 但是雨有没有办法让它充沛到可以下雪呢 还是要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好我们再来看的就是 整个降雨的分布 以及它的类型 礼拜一主要是因为 华南英语区晚上的时候就移入 到了明天的白天的时候 感觉像已经没有礼拜一这么明显 因为它礼拜一白天的时候 它就慢慢的消化掉 已经往东的方向来退 所以整个降雨范围会比较集中在东南部地区 山区还是有一些 礼拜三更少了 礼拜四五就更少 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的短暂雨而已 好那最后呢 有几张生活的议题图 我们带大家来看 如果你要上山追雪的话 之前很多的强冷空气南下 不是温度不够 不然就是水气不足 但这一波确实很有机会 因为它夹带着华南雨区 水气和温度是达到的 所以气象鼠就说 北部以来1000到1500公尺以上 山区有可能会下 太平山还有拉拉山 中南部华东 2500公尺和湾山是有下雪的可能 同时也要留意 可能道路上会结冰 所以一定要被驮雪链 不然会打滑 交通部公路总局也说了 如果你要行驶高山路段的话 除了你的精神上要饱足之外 同时也要留意管制 因为如果有管制的话 你可能没有通行证 没有被雪链 你也是不能上去的 像是我们整理出的这七条路线 可以大概看一下 那你在上山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有发现道路上已经结冰 你是可以回报 或者呢是其实公路局 他们也有特别请保全来加以巡查 来监控这个路况 如果道路上是有结冰的话 他们就会限制只有挂雪链的车子 才可以通行 而且预警性严重的话 会来做封闭 就是你连上去都不能上 只出不进 再来 昨天我们说 这个是寒流南下的过程 所谓寒流南下 意味着它还没有到 但是今天晚上呢 它是真的到了 所以这温度会一直下跌 但在昨天真的是南北两个事件 昨天北部东半部地区 高温只有16到18度 跟在前一天20度相比 确实降了3到4度以上 和中南部高温 却还有20到24度 甚至高平地区 标出了27度到28度的高温 所以很多人都说 一个台湾是两个世界 北边很凉很冷 南部很热 很多人南部的观众朋友都说 它热到还在开冷气 这一次这个台风 台湾台风论坛呢就说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明显的差异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 本来北部地区就是首当其冲的 所以它最容易感受到冷的感觉 而且中南部因为地形阻挡 出太阳 所以会延迟半天到一天 但是从现在开始 温度也一直往下滑 我们来看一下 在南部地区目前的温度 大致就是落在 14度到17度左右 我们来更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图 等我一下哦 现在在台中的温度是14到15 那如果是台南高雄的话 大致是16到17度差不多 所以这样子的温度呢 还没有到最底的时候 你今天深夜11点的时候 你再看一下 这温度还会再减个2度 那就看南部的观众朋友 对于这样子的温度会觉得冷 还是觉得还可以接受 当然我们台湾不要去跟日本比 因为日本的低温呢 纬度本来条件上 就比我们台湾高不少 他们本来就比较冷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南台湾出现17度以下的低温 对于他们而言 可能部分的民众 已经有一点受不了了 好无论如何 我们要做一个重点整理 就是要告诉大家 礼拜一的时候呢 中部以北 就有可能会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在今天八九点的时候 台北市就有可能会测到 9度的温度 那礼拜二到礼拜三 北东基本上整天 都是7度到8度 局部还会再低个1到2度 竹苗地区大概温度是5度 体感温度会飙近0度左右 礼拜四回温了 但是北部 整天都还是在20度以下 好最后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 就是要保暖 毕竟它是入冬的 最强的寒流 所以家里面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或者是长辈的话 要特别提醒 这一波真的很冷 所以 危险温度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 危险温度 它的评判标准 还是要看一下 你穿什么衣服 以及你正在做什么事 如果你今天在运动 你穿得很暖的话 就算是零下10度到零下15度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穿得很单薄 15度的时候 你就会发抖 甚至有研究统计 说如果 年轻人 但是你比较瘦的话 可能发抖的 次数也会比较频繁 而且也会变得更加的怕冷 反而 可能比较壮的人 或者是比较胖的人 他们对于这温度的感受会比较低 好 那再来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当核心温度过低的时候 血管就会收缩 血管收缩来帮助你维持你身体的热能 同时也会用战斗的方式来产生热量 但是老人家不会 因为相对他们的反应是比较慢一些的 而且低温对于各个器官 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包含心脏命风险增加 以及会患上感冒 引起气喘 肌肉冷却会失去功能 动漫血栓死亡率会增加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最好 平时就养好 多运动 多做活动的一些准备 遇到冬天的时候呢 就比较不容易有 这种急速温度降 而导致的身体出现的疾病 再来就是避免皮肤冷却 也不要在出门的时候裁天衣服 在室内的时候呢 最好就让整个室内的温度 或者是让你身体的温度 维持在20度以上 是最好的 那年长者呢 也不要趁着说 冬天的时候我就多动一点 做一些剧烈运动 年长者跟年轻人不太一样 所以你在冬天的时候 做大量的运动 反而对你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最后我们透过这个低面天气图 带你来看 在礼拜二 晚上的时候 冷空气就已经下来了 这时候会达到它最强的时候 整天 北部的温度 都会在10度以下 礼拜三 这时冷高压 还是在滑中范围这边 所以温度也是持续的低的 一直到礼拜四 礼拜五分裂高压出来 慢慢的要移出海 这几天温度就会回升 到了礼拜六 礼拜日 温度是持续回稳的 但是礼拜日要注意 因为水气又移入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 整个东半部的降雨会扩散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网友来问一下问题 康明兄说 1月23号到24号寒流影响台湾 低温有可能会下滩到4度左右吗 就是礼拜二和礼拜三 我们刚刚说北部地区的温度 大致就是7度到10度之间 但是部分地区像是新竹还有苗栗 会有5度 只有5度的低温 下滩到4度也是有可能 比较靠近山区 比如尖石厢 靠近山区的平地 也有这个机会 不排除 而在市区要到4度的话 这机率就比较低 因为刚刚也说了 台北市2016年的这个车站呢 当时的霸王级寒流 台北市的车站也4度 但是这一波明显没有那么强 再来 店家有问说 台湾平地有可能降雪 或出现冰线之类的可能吗 降雪绝对不可能 平地的话 我们就是说 大概海拔都不会超过200公尺以上 以下的 不会下雪 有没有冰线 也不太会 所以 平地要看到雪的话 我觉得除非气候变迁 真的比较严重的话 台湾的平地才有机会 好 台中这边的温度已经到了13度 台北12度 现在的温度呢 还不是到最低的时候 还会在持续的往下掉 再来 家 宴家也呼吁大家 就是要保重身体 因为长时间低温 很多老人家确实会 有点受不太疗 再来 还有 宴家也有说 台湾长时间要住在冰箱大概三天 目前是说礼拜四会回温 但是礼拜四因为转干 所以早上还是会比较冷 尤其如果你是在西半部的话 可能这个低温呢 都有接近10度左右的温度 低温 而在日夜温差很大的情况之下 也特别容易感冒或者是生病 还有达文西说这次的寒流 超派 真的是超派 而目前看起来呢 就是入洞的第二波嘛 未来还有没有会有 也是有机会的 在二月底之前呢 台湾都是有经历寒流的可能性 那有没有可能比这一波再更强 这个可能就要看一下 鸡排好吃有问说 南部会低到10度以下吗 看你在哪个地区 如果你是在靠近山区的平地 比如说像是嘉义啊 台南啊 或者是云林啊 嘉南平原那边啊 10度以下的低温 一定会有 在早上的时候 礼拜三甚至礼拜四的早上都会有 所以这一波真的比较冷一点 好最后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手脚呢 特别容易冰冷 还有这个胸口 以及你的颈 脖颈这边 所以绝对要做好 预寒工作 围个围巾 出门的时候穿厚一点 围个围巾 然后带个这个羽绒外套啊 或者是厚一点的大衣啊 什么都可以啦 把这个穿在身上 不要着凉 因为湿冷感受上会更不舒服 好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拜拜